如何称呼? L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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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霍果 Hello,我是家聪 今天受到前家有道的邀请 来访问年轻人的理财方法 释奉现在香港理财月 我们就准备了一张计划卡 计划理财成就未来感知英雄 给各位新生的学子 采取一些行动去确保他们的财务健康 看到有六样东西,在访问之后就会给他们填 那家聪,访问之前,不如我问你如何理财 其实没有,都是省点小 尽量不请朋友吃饭 努力赚钱 最重要就是不要激怒女朋友 那就不会有意外的损失了 我也不敢激怒你女朋友 都激怒了,说鬼都不懂 那我问你,霍哥,虽然你现在没有财 那你以前是如何理财呢? 大家看回来这片片,三年前的片片和三年后 我现在都是穿着同一件衣服的 基本上我的衣服没什么变得 我的鞋子就一样,不是吃饭 通常我的屈留六字请 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女朋友 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我没有须问,第一个问题 你怎么做? 我叫June 我单身又有个 June和Mickey有想问,你们每个月有多少年钱? 三千 一个月是三千,每个月 一个月是三千? 那算了很多,算了吃饭,交通那些 你妈妈是不是很契契? 一个月三千 Alice 可不可以打架? 打架是吧? OK,打架吧 八千元 我只有一千元零用钱 做什么? 不,我只是补习 请不请人 你零用钱的来源在哪里? 我妈 妈妈都算了,真的有两个 我们懂得少自己 那你这五千到一万,你平均每个月的花费 你会怎么分配? 一千多元交通费 买东西,吃东西就预花几千元 那会剩很多钱吗? 那钱有时就好像飞走了 那可能危险了些 你放在我那里吧,安全点 那你那些都可以放在我那里 我家冲基金很安全的 不知道不是平时交通,吃东西 你会放在我那里 没有这个 我给孩子交一下 你以为是你 我吃开丸饭 真的 所以你不是这么瘦 多久没拍拖 你知道她是A0吗? 那就是从来没拍拖 孙心读书 假设性的问题 如果你有个女朋友 你女朋友和你妈妈 一时提醒了一个手袋 手袋的价值就是 你整个月的利用钱 一个月一千元,即是四千元 你会怎样做呢? 买个手袋给我妈妈 因为她是给利用钱的 那我买了手袋 她开心给多些 我便买了手袋给女朋友 知道投资有多少 投资的女朋友身上 可能就凍个水 没有回报 是的,投资的妈妈身上 可能是有回报 我会先买给女朋友 因为妈妈可以慢慢哄 你要出现幼暗天 可以让你来看 你一起看中了霍哥的写真集 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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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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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新问过 不好意思 如果有波哥不出名 八千元 而你刚好有八千元 那你会怎样做呢? 你会买给你男朋友 还是买给你爸爸 还是两个都不买 或者你可以选 我去问一下男朋友 波哥是谁 哈哈哈哈 不是的 那难得看中了 那当然是 分身都要两个都买 但你只有八千元 信用卡录住才下个月再来 借钱买给你 买给你 你不是谁都不知道 是蛇真集吗? 好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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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你说一次 我两个都不会买 所以你不会买给他们 他们很喜欢 不行 因为蛇真集不值 八千元 我送一本给你 不用了 你是给他 他要认识你更多 买一本给他们分享 好聪明 对 可以增尽感情 一起去看 如果他真的很喜欢 哄到他们 开心都可以 如果你说这一个 真的有本写真 在现场里 你会不会真的买 香港理财的承诺卡 上面我们就说 计划理财 成就未来 那才是英雄 那我们就会改善一下 你的财务健康 几个行动可以做 有这个 存钱应急 按月算消费 月月找清卡数 有没有卡数 有有有 都有 有没有月找清卡 OK 非常不好 计划退休 保障财富 审慎投资 那我们有几个行动 我需要你在这里 和大家承诺 你将来做一个 你财健康的人 你会选一个 或者几个 你答应自己 你将来做这些行动 按月算消费 即是可能你将来大一点 你会突然不停 激怒了女朋友 那需要 这个应该很大笔钱 那会不会保障你的财富 要保障 就是尽量不要激怒你女朋友 就是怕女朋友 不要激怒他 那你的财富也会保障 审慎投资 会啊 审慎投资女朋友 即是选一个高回报的女朋友 而且还是要做的 计划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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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就计划退休 对啊 存钱应急 审慎投资 我承诺 我会做这些事情 恐怖分子那些 你说啊 你没事 我会计划退休 深圳理财 和存钱应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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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刚刚看完影片了 不知道大家学到多少理财方法和知识呢 如果学到呢 就当然好 学不到呢 都不要紧 因为未来这个星期呢 我和科哥 就有一个理财的大对决 大对决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就看回每个学生平均 有一个月有四千元那样小 就除开每个礼拜有一千元 那我和家聪呢 他对决就是一个礼拜里面用一千元 那看一下我们最后这一千元 用剩有多少 看谁更多 那输了呢 就有大懲罚的 那大懲罚是什么呢 不坏了 大家想知道呢 就留意我们下一条片 都是看你的大懲罚的东西 都是 都适合你 始终我是罚你那个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拜拜